土洋牛排大PK 今晚谁是赢家呢 美国知名牛排品牌强势攻台 台湾本土的牛排馆也不甘示弱 端出了台客海产滩概念迎战 现在就来看看这波土洋大战 究竟牛死谁手 哄哄哄 你看看 这洋人开的牛排馆 占地足足有两百亿市平大 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台北101 跨年铁定被秒杀 咦 我们也不差啊 这家今年九月才开幕的本土牛排馆 看那名字就租到 强调的是同时能够吃到最脆的海餐 跟高重的牛排最新改变 比较完环境 我们让主厨自己讲讲餐厅的特色吧 其实西加坡是为了名牌 我们开始吃的肉体 就是它的厚度 和这个方法的烹饪 就是用一个烹饪的肉体 我们用一个烹饪 我们烹饪的肉体 我们不烹饪的肉体 那會選擇比較厚切跟代表 比較搭配我們的Jasper烤箱 那我們再來比一比餐具 Morton的牛排刀 一踢成形 輕巧好握 台灣這邊 既然是台灣的品牌 餐具當然也是要愛用國好 朋友啊 這才是愛台灣的表現啦 至於擺盤呢 美國本格派的牛排 不走花俏路線 牛排烤好之後 放上了一點蔬菜 淋上了肉汁 就這樣原味上桌啦 那我們本土的TK嘛 不是走華麗的風格啦 特製的銅鍋裡頭 除了牛排 就只有爐烤蔬菜做搭配 看起來兩邊都是用 牛排的本人來決勝戶啊 接下來就是男子和的對決啦 美國來的牛排 樂眼是16盎司起跳 小份的紅霧 也只是24盎司而已啦 看看這嬌香的外皮 柔嫩的肌力 好想讓人張大嘴巴一口咬下去喔 不要急 不要急啦 我們台灣的牛排 可是有像那香木桶 熏過的煙燻香氣 再加上乾式的熟成 還有那帶骨的骨鞭肉 最適合很MAN的真男人喔 至於大家都最關心的價錢呢 好像也是差不多的貴耶 是說喔 兩邊看起來 真的都很厲害 這下害我陷入了暢烤 不知道該吃哪一家好 不如先去看看 有沒有金主願意請客 兩家都吃最好啦 中文字幕 猛致